剛剛講德布希 有沒有 那上次我們在講那個七成故事的時候 你看如果沒有 有沒有 差別在這裡 OK 有沒有 或是那個 地那地那地 地那地 地那地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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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1 versucht 那... There's somewhere out there Once upon a time A fairy tale happened in New York City Upon the Hudson River The men met the girl The girl didn't meet her She came 對,這個就是第一 就是GMA就是四集 那四集裡面的... 如果說說你在調心音樂裡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四集的 所謂的延伸音 好,所謂的一三五七嘛 然後就九十一十三 那個十一就變成三十一 所以這個時候 你看,調心跟調式之間 它其實有其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一樣的地方 講到這裡這樣還OK嘛 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幫你彈一下嗎 比如說像這個,你看 三下達郎的那個Sparkle 它是低調調沒有做 可是它的聲音就會直接去跑到那個 它就直接是那個聲音 它覺得這個這樣子很好聽 所以 調式跟調性之間 它並不是一個好像是敬畏分明這樣 而是說 你會聽到 至少你能夠 藉由剛剛凱老師這樣講 你會知道說 OK,有些聲音我們可以接受一下 不要說每次都是 Do Revy要收到西多混 有沒有,這個聲音不一樣 不然我彈原來的 注意看喔 Do在下面 是不是浪費掉了 有沒有 有點突然變得很便宜的感覺 現場有人就 有沒有 你們上個禮拜不知道誰講說 和弦的高級,對不對 你高級對阿 就是高級的意思 對不對 高級沒有什麼歧視 你不覺得剛剛這樣彈就是 有沒有 我如果這樣 我現在G minor 我去F 我什麼和弦我都 什麼 minor 和弦我都把貝子 放它的四音在下面 這樣你寫出來的歌 台灣的樂手就會很明顯的說 你好J-POP 你好那個什麼 那個Neal Soul 你好色谷西喔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這些歌 都是在這種聲音裡面 就是他就 6度 對 OK 然後你看 所以他的主旋律 他又擺在C minor的時候 所以這是九音有沒有 九音給你的效果就是這個感覺 對不對 然後剛剛開始講九七啊 九...九... 剛剛講什麼 九...九三 九三對不對 那如果你說回到我們剛剛講的Dorian 我們去那個九六咧 九六或是九十三 九六咧 Am的九六是什麼 七... 六就是五音的隔壁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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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聽起來就很... 有沒有 不一樣有沒有 就是更不一樣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如果假設你看 你用這個彈 對不對 然後你看如果今天就是 oh... don't sorry 彈啊 來啊 D推啊 好麻煩 你可以彈啊 你以為我不會做電音嗎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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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 Dorian 的聲音 好,Eolian喔 有沒有,有聽過嗎?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今天彈 Blue Bossa 一樣的專輯喔 同一張專輯喔 跟Ricco Dominion 同一張專輯 第一首是叫做 Blue Bossa 第二首是 Ricco Dominion 你看有沒有彈 一二三 有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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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Bossa ишcik 可以講這台詞吧 這首歌是什麼我覺得荷旋,你知道嗎? 1234 把握到A minor 所以它有出現那個和弦的解決的那個聲響 B-bop的曲子裡面比較像 它現在很快然後你就說 可是它其實是這樣而已啊 它只是在降幣道教裡面而已 你聽到和弦換得很頻繁的時候 對它八成就是 和弦如果換得很頻繁的時候 比如說像你們的爵士樂的standard 有很多其實都是調性的 All of me 調性的 對不對 然後Tapy Adrian 調性的 Dance of Wine and Roses 調性的 它都是這樣的概念 可是你看這個60年代的時候 很多爵士樂手 它就開始混進來這些 加進來一些什麼 什麼什麼調式的東西 加了一些這個聲響進來 讓你知道這個聲響有不太一樣的感覺 好 好回到A3 阿嘞嘞 阿嘞嘞 阿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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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F7sus4 阿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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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就是这个和弦 就这个啊 然后如果是这个是 f 就是上面写降音下面写f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弹 never too much never too much 从c开始 ok 因为我每天都在教这些 所以 是不是就回到我们前两堂的时候 在讲的那个和弦 然后我跟大家讲 如果不是因为1963年的这首曲子的时候 你后面这些歌全部都不会出来 因为他在告诉大家说和弦可以这样按 所以Hermit Hancock 为什么这么厉害 就是这样这样 对对 ok ok 他那个wagel 他这个曲位 所以那个时候的爵士乐 他又受到拉丁音乐的影响 你们听到这个是 这是非常的拉丁的感觉 他不是有一段那个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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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次人在跟我說爵士樂是美國人 然後爵士樂是一種純爵士樂 我都說你在想什麼 爵士樂本身就是一種融合的東西 你看 所以為什麼你要彈爵士樂 彈到這個曲子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學拉丁 因為你如果不會拉丁 你就不會彈這首歌了 就這樣而已 這麼簡單 OK 可以理解嗎 OK 你才那個真的那種 比較騷傻那種感覺 那個 真的騷傻 好 玩 歌 對 對 浩川 好嘞 好嘞 對,OK 掌聲鼓勵 很好玩喔 我明天剛好有salsa的學生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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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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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魯龍 好像響韋哲這樣 然後你看 很可怕 OK OK 躺快點 不能死去就對了 好 放在一起 欸 你拿那譜把它印下來吧 可以彈給我們聽啊 我不會反對啊 對 沒有我說家